傍晚的风吹来过回风和强 你出现就能把夜空点亮 不管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 我悄悄为他定美丽的妆 你的快乐是我唯一的能量 我希望每一秒远起慢慢 穿着净条细圈的情侣衣装 我们是行走的浪漫 让我待在你的身边 看星光点点 每一次呼吸都变甜 看着流星划过天边 我们许个愿 每天都有心动感觉 看星光点点 你的梦子 可在发心 降落黑夜 有一个梦里 一天发生了心啊 他手绷着花花 就全一成了花 青春去刻画 初见的她 遇见一草梦花 那多好的水光 和好几年 不断着梦成了年 身后曾遇见一遍 愿意说再见 离去的枫叶 转白的夜 飞行到天边 难忘永远 不断着梦成了年 有个人 有一个人 不断着梦 有一个人 能不能再进去 江湖 不断着梦 要站在梦里 你能再进去 我 不要 我 不断着梦里 不断着梦里 天长有世纪 又知又初见 看漫天的分析写故事又长 天长有世纪 拼了下遗憾 世线独断门 互相全 天长有世纪 又知又初见 看漫天的分析写故事又长 天长有世纪 拼了下遗憾 世线独断命运沉沉 不违而全 初夜 我的法力已经救不了你了 你必须找个地方修复元神 否则你也会没命的 我还不能走 小雅还没醒 等小雅醒了 又有什么用 看你为了救她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还是你想告诉她 你是神仙 让她为此感激你一辈子吗 你这样只会给小雅 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她这一生 都会为你所累 你别太过分 初夜 你本不该属于这里 不该是她生命中 出现的人 你走吧 如果你真的在意她 就离开她 小雅醒了 初夜 小雅 小雅 小雅醒了 我刚刚喊她的时候 她的手指动了 你在这儿好好照顾小雅 我去通知伯父 好 小雅 初夜 初夜哥哥 你该履行你的承诺了 初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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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雅 你终于醒了 云川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昏迷的这几天 我和阿静 一直在这儿陪着你 我昏迷几天了 小雅 你昏迷的时候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不记得了 初夜呢 她现在 应该和童儿还有离府搬走了 我不信 我不信 可是事实就是这样 她在你还没有醒的时候 就不辞而别 说明她心里 童儿比你更重要 她身为第一名的大掌柜 却走得如此干脆 八成早就动了离开的念头 她不会回来了 小雅 你也别胡思乱想 我去叫红豆给你拿点吃的吧 好 伤情不懂 你与我谢谢 你能否听见 我想 你呀 温柔潺柔在月光下 看那真心已经流通了 满城烟花 叫人落下 我在等你所有的回答 呢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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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山洞 是由灵气汇聚而成 是先家修行的宝地 你就在此安心休养吧 在法力没有恢复前 迁迹不可逞强动物 要是再出插池 大罗神仙都救不了你 我什么时候能恢复 不好说 你就先别担心上官雅了 我怎么能不担心 他吃了生魂花 要试睡一段时间 身体已经无大碍了 你就放心吧 我先别担心 阎广神 所魂术 此术以阎广神生魂为已 幻化为法器 所人魂魄已须信仪 然拥有此法器者 则能与本主心意相通 甚至 互生情愫 就因为他在山关雅身上 哥哥才会喜欢他 现在 只要我带着他 七天之内 哥哥也一定会喜欢我 不 阿星 嗯 楚衣他去哪了呀 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呀 我这几天只顾着看着你了 没注意他去哪呀 那 黎父爷走了 你也不在意吗 他讲兄弟义气 我有什么理由拦得住他 再说 我连个人友都没见到 徐大人 楚夜和李甫陪童儿搬出去了 搬出去就好 省得打扰小雅养兵 这童儿走了我赞成 楚夜怎么能丢下小雅呢 正是因为楚夜在这儿 童儿才不会让小雅好过 不 等他醒了 你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丑礼服 说错就错 连个招呼也不大 等我找到你 让你好看 双唐 爹爹 爹爹 这楚夜去哪儿了呀 那么大个人 弄不丢的 他好歹是个大掌柜 不能说走就走啊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你别乱动 休息就好 霓川 你 我看到 你和伯父都需要养病 而且府里人手又不够 这两位是不请的厨师 一位做日常斥食 另一位负责药膳调理 还有那两项补品 都是我从京城退让朋友 快马接鞭送过来的 还有后面两位嬷嬷呢 是推拿经络的高手 还有那位大夫 是平时给大家来诊病的 云川 我不需要的 而且我也请不起 放心 他们的工钱我来出 那就留着吧 云川 感谢 感谢 伯父 那都听伯父的吧 嗯 阿琪 把人带进去吧 是 我去安排一下 云川 我真的不需要 慢点 走走走走 真是好事啊 云川 你真的不用这么做 小雅 这些都是对你身体有帮助的 看来这样 看来这样 在对的 这些都是东西的 看来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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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然时间千变 原来总是一往情深 也不及你 竹马青梅 若千万不入怀念 日前放尽六年 唯一情临竹马出世 珍藏着金色花言 我将眉心花剑 小雅 小雅 孙孙啊 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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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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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雲川 謝謝你 不用謝我 小雅 但是你以後 不要一個人亂跑了 如果要是有什麼閃失的話 那可怎麼辦 喝點藥吧 你這是 第一次下注煎藥 手腳笨了點 雲川 你這樣做 會讓我很有負擔 我上次和你說過的話 你上次說的話 我都記得 但是 那不是楚夜賽的時候說的嗎 現在他不在了 你不會真的想 一直孤獨撞老吧 你還是要 有人陪在你身邊的 你也別想太多 先把藥喝了吧 你好好休息 你好好休息 走吧 阿嬌 你睡不著嗎 小雅 你怎麼來了 你知不知道 輔夜她去哪兒了呀 我真不知道 你是補塊 你幫我找找她吧 她不在 我總感覺 丟了什麼東西一樣 我好難過 好好好 我幫你找 小雅 小雅 這是說真的 還是夢遊呢 這個傢伙最喜歡喝這兒的梨花醉 我就不信得不到你 小雅 我給你包裝 謝謝 哇 來 看一看 童兒 你幹嘛呢 你看 这是我吸收的天地灵气 送给楚夜哥哥的 我是不是很用心啊 对了 我一直想问你 你让楚夜跟你共处齐天 要做什么 什么做什么呀 他现在被那个凡人蛊惑 但是呢 我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 让他离开上官雅 重新爱上我 你哪儿来的自信啊 我跟他几千年的感情 怎么没有自信啊 我警告你啊 你别想着帮那个凡人 不然惹毛了我 第一个脑子就是你 妖怪 你才是妖怪 你 童儿 你先走 这里交给我 什么 你们都是神仙 我都跟你说了 你还不相信吗 信 我明白了 你那天说你不喜欢我 就是说这个 你是神仙 我是凡人 你看不起我们凡人呗 我没有看不起你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因为我是神仙 看吧 还是看不起 咱俩的事儿先放一边 你告诉我 我回去怎么跟小雅交代啊 你先别说 你这是泄露天机 会受到惩罚 很严重的那种 等楚也好了 让她自己跟小雅解释吧 这个 就当是 咱们两个之间的秘密 我明白了 你把我当自己人 干了 嗯 阿静 怎么这么晚回来 找到李府了 没 没有啊 明明是李府最爱喝的梨花醉 见到他了 嗯 好吧 我见到李府了 他跟楚夜在一起 他在哪儿啊 你一定要去的话 那我明天带你去 嗯 不过你要答应我 无论见到什么 也别太惊讶 见到什么 嗯 这可能会超出你的接收范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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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静 你在这儿等吧 我自己去 好 你小心啊 嗯 你这样强行运功疗伤 可能会受伤的 你快点停下来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我来吗 楚夜哥哥 嗯 你们 你们太过分了 小雅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我也是想让你好好疗伤才这样的呀 你要是那么在意上官雅的话 我去帮你跟他解释 不用 那你就好好遵守我们的愿意啊 苏雅 怎么 他们欺负你了 他要是现在出来 我就再给他一次解释的机会 要不我帮你去看看 不用了 我们走 我还以为 他是守童儿的胁迫才离开的 没想到 塔利亚竟然在外面逍遥快活 轻轻我我 王我还在担心他 他要是但凡有点良心 他见我气成那样 就应该赶紧追上来跟我解释清楚 但是他没有 说明他心里有鬼 阿靖 你说 他来了这第一枚 我亏待过他吗 治好的和好的住好的 就连他想当大掌柜 我都拱手相让了 他的大掌柜 不是拿金条换的吗 你哪边的 你说得对 他没良心 童儿来之前 他还对我千衣百顺 童儿来了之后 一口一个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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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叫魔正了 他俩肯定有问题 那你发现什么了 我发现啊 在楚夜失忆之前 他俩就有什么了 我都这么惨了 你还松口气 你是不是我的好姐妹了 我是心疼你的叹气 你先消消气 你别管他了 不行 任意识越想越轻 推一步越想越快 那你还要怎么样 我 我还没有准备好 没有发挥出来 没有达到自自诛心的效果 我明儿再去一趟 骂得他给我献灵头 要跟他说 我们老死不相往来 一刀两断 不至于吧 至于 怎么 你怕我和他老死不相往来 你和李甫就完了 他敢 就这么定了 明天咱们再去一趟 拿我嫌弃物魔刀 你不仁 就别怪我不义 以后 以刀了断 臭楚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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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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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抱在一起 臭楚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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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没骗你吧 大白天关着门 指不定在干吗呢 走吧 不好吧 没什么不好的 你昨天的七处去哪儿了 小雅 你怎么来这儿了 搞定 你和童儿 你和童儿 两个人在这里 还关着门 在干吗 我们什么都没干 你别想多了 我还什么都没说 你就说我想多了 你相信我 我跟他什么都不会有 那你们俩 怎么突然到这个地方来了 这个我以后再跟你解释 你醒来以后 有什么不舒服 或者是 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你怎么知道的 李福告诉我的 明明是想来偷骂他一顿的 为什么现在一点火都没了 不行 原则不能丢 我要凶起来 那你和童儿你们 你没事就好 这分明还是那个楚夜嘛 他一定是有苦衷 才会住这儿的 上官雅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来看楚夜 小雅 你第一次来到这儿 我带你去周围逛逛吧 嗯 那我也要去 李福 哎呦 你怎么又来了 我来问你个问题 你去哪儿 李福 你给我站住 李福 李福 我脚崴了 你过来看看我 快过来啊 我来看看 没事吧 你喜不喜欢我 我问你 你喜不喜欢我 啊 这次是实实在在的欺负之亲 在凡间 只有夫妻才能这样 你胡闹 哎呀我是认真的 你放心吧 我会对你负责到底的 就算你是神仙 在凡间有一天没一天的 我也不嫌弃你 李福 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 啊不对 我的神了 咱俩这亲 算是订完了 哎呀 楚夜哥哥 我饿了 我们回去吧 行啊 你先回去吧 我和小雅再逛一会儿 对啊 童儿 你先回去吧 这荒山野岭的 没东西吃吧 你也饿了 嗯 嗯 楚夜哥哥 你刚刚抓鱼好厉害啊 你以前有什么好东西 都是第一个给我的 这第一条鱼 是不是也先给我啊 鱼好了 小雅 好 喝坏了吧 谢谢楚夜哥哥 真香 他们来了 他有没有为难你 有没有受委屈 吃也吃了 玩也玩了 还委屈啊 委屈就回家去啊 我跟哥哥在这里捉得好得很 不需要外人来插手 你会不会说话 阿俊 你 不要和童儿一般见识了 你还帮他 你到底哪一边的 我 那个 楚夜这几日 的确是麻烦你了 你把花费算一下 我给你 我不用你给 楚夜哥哥 还要在这里捉好酒的 都少说两句吧 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谁想见他 谁想见他 楚夜 我不想在这里逗来逗去了 跟我回家 小雅 我还不能走 为什么 我过几天才告诉你 你和他有什么事情 是我不能知道的吗 那可多 你闭嘴 小雅 相信我 好 你要是过几日再不回来 我就把你的房间 做出去 如果你想用这种方法困住我 那我们的约定就取消 你从来都话不多 微笑看我在啰嗦 却总晓得我在想什么 我 我怀疑 我怀疑 这种你 是你的 心情 让我确定 离不开你 每一件 为不足道的事情 拼凑成感动浪漫的剧情 每一次为我紧张的表情 为我担心 躲过那自己 每一件 无足尽重的事情 传练成点点滴滴的回忆 在你的过度里 可以任性的安心 我想我遇到你就是最好的事情 所有身体 保持着 在读剧场上